胡虎想問823 他說他有二千股的賺錢貨 就36元買的了 遲貨也很久了 究竟都繼續擺在一邊還是 可能他都怕了 要不先套現呢? 那823其實這一轉股價當然也要下 其實也沒辦法 因為都是疫情 雖然他的傷害性 其實我覺得實際又不是太深了 因為本身他都是紋身商場為主 都是一些超市 很簡單的店鋪為主 那這些需求性是有的 但是怎麼說都會有些影響 還有他自己都說明 可能對企業租戶也有減租的一些動作 即是即時有這樣的動作 所以股價相對有些調整其實不奇怪的 但是我覺得 說真的他叫做好在真的三十多元 其實應該都很久之前的了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說這麼長線 他拿下三十多元 就算我想現在真的差極也好 領展要下三十多元的機率 真是很低的 我覺得又沒有主要這麼悲觀 因為都要再 要再多一半才下三十元 其實就真的 應該就沒有這麼悲觀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值得繼續拿著那兩手 或者那兩處 或者這麼說 那我覺得 因為始終 現在你看領展 因為162年有不錯的顏色 雖然他不是很高的顏色 但是在Risk來說 或者他自己來算 四十多元這些位置是很吸引的了 那我覺得如果你配合你的修飾 可能你一分鐘的均勾再斜 一點都不奇怪 那所以 其實你還沒繼續拿著他 當然如果你害怕的 那就不要放多一點錢下去 即是維持現在的規模 但是如果你是有個比較 真是好像過去這一、兩處這樣 是持續這麼久的 其實這些位置慢慢加一點 我覺得領展算是一個 可以選擇的一個標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再加上其實除了本身 他所說的業務 是比較民生性為主的 多一點之外 其實近年都很明顯 他是多了很多海外業務 就是過去不斷地去澳洲 一些收購 英國也有 那麼這個 都會比起其他純本地的Risk來計 其實他是安全一點 分散一點 所以是比較適合 真是中長線的去持有 所以我覺得 夠了著你可以拿著他的 我覺得沒什麼太大問題先